第四讲 采访 采访是我们拍摄纪录片的主要手段 但这里要提醒初学者的是 你到了采访地 应当注意 要充分的拍摄被采访者的生活工作环境 实际上这里所有的景物都在对我们讲述着人们的故事 述说着他们生存的状态与处境 在生活场景中进行采访 不只是一问一答 而是你眼前的一切都向你摄像机展开 这也是我们前三讲中所讲述的内容 每天在这工作以外 还干一些其他的什么工作 干其他 咱们去了解决牙 马路 在手 手榴包机 一天包三十几 我们这一讲 主要讲的是对当事人的采访 要掌握的是在采访中的构图声音和形式问题 先明确一下静态采访的构图 所谓的静态采访 基本上有三种 全景 就是从头顶到膝盖 中景 是从头到肩 这是一种最常见的采访方式 特写 就是从前额到下巴 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构图 这要根据 这要根据纪录片的内容 和导演的美学意图而定 受访者的方向 可以是正面 对着采访者 这样会形成 直接面对观众的效果 另一种 受访者 也可以面对画面外的提问人 观众 成为聆听者 采访中要注意 当你同意 或者是鼓励被采访人 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千万不要发出声音 而是要给予视觉上的回答 比如用点头 微笑 来回应受访者 老师如果按照石求智的牌 我也没有翻识 我也得去下课 这就是法国人本身的原意 心理化 采访时还要注意 被采访人的生活场景和特点 尽量把他们安排在 他们的生活场所中进行采访 构图可以用全景或中景 以便反映出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采访者不是代表你自己 而是代表着观众和历史 但是我想讲一个和胡老师不同的一些观点 就是你心目的观众是什么性别的观众 你去满足哪一种观众的反应 你代表哪一种性别的观众提问题 比方说我们做新闻采访 这个跟新闻采访是一样的 在采访里边 是吧 一个采访得到一个消息提供人 是吧 当你去采访一个事件的时候 你会不会考虑 这个问题是女性的问题 还是男性的问题 当然我们做妇女的很多 就是妇女的问题 那么提供消息的人 有多少人是女性 有多少人是男性 我们看到很多女人的事情是男人在讲 是男人成为消息提供者 关于如何采访的技巧 有这方面的专业书籍 这里我们就不讲述 我们只讲述采访的形式 有事件现场的采访 有生活中的采访 有行进中的采访 我们要求采访要生动 注意发现我们不了解的深层的问题 和别人想象不到的事实 如果说纪录片中 有哪些是好的采访 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总结 最好的采访 就是在拍摄现场中 人们对着摄像机进行倾诉 或者是愤怒 或者是争论 或者是在自我反省 自言自语 对于一个有经验的拍摄者来说 在一个复杂混乱的场景中 他既可以拍到主要的场景 又可以拍到旁观者的表情 拍摄者可以判断出 事件的发展 并拍摄到酝酿事件发展的过程 比较好的采访 被采访者处在工作和生活的状态中 他同时在讲述着自己 这样的画面比较生动 充满着生活的气息 最常见的采访 是做下来摆好机器 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采访 这样的采访比较死板 但却是最常用而最有效的 它可以使双方很从容的在回答和探讨问题 这是一种最常见的方式 我们虽然讲的是采访 但是我们逐渐的开始涉及到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一部好的纪录片 不仅仅是去拍一个事件 或者是一个事件的过程 而是要引导观众进行思考 探讨我们的生活 采访中的注意事项 要避免噪音 选择好光线和拍摄角度 要用平等的态度采访所有的人 采访前和采访后 都要注意补拍空镜头 包括采访者的纪念品 劳动的用具 事情的证据 生活中的环境 拍日出 黄昏 街巷 街巷中的灯火 等等 这些都会在片中构成一种丰富的意境 作业 一 在室内进行采访 用两种方式 一种用三脚架进行采访 第二 是手持摄像机进行采访 注意采访人的构图 他们的全景 中景和特写 以及拍摄这个家庭和主人公有关系的 有特色的空镜头 第二 室外采访 练习对街头行人的采访 练习同时采访多人 通过以上的练习 你或许就会感觉到视觉和听觉的一种节奏感 会对光线有一种感悟 如果你能够把握到了生活中的这种韵律 那就把我们所学的知识结合起来 尝试着去拍一个短片 海上有很多鱼死在那儿 一小孩就扔了个新鱼 然后有个大人就跟他说 这满岸都是鱼 你扔的吧 那个小孩就说 我扔了一方水 我的行动是最高的一个价值 那我们NGO工作其实也是这样 我不能成就一部 二十年以后有这样子的作品 但是如果我今天记录了我的工作 我可能会对其他的NGO有起发 它就会越来积累了一个基础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下来讲 我们今天做的未来可以这样子